看到好多网友说 林妍的绯闻女友梁月快成她小妈了 所以这个绿帽子是亲爹带的 之前热心的网友都是在撮合林妍和梁月 还非常贴心地给他们披了结婚照 虽然两只当事熊都不知道呢 不过没有过几天 梁月就没有外展了 同时看到重庆动物园的馆长IP地址是在四川 而且还发了成都基地这边的熊猫们 所以就有网友在猜测 馆长是带着梁月来成都基地这边相亲了 至于为什么说相亲相到的是荆轲 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 等到梁月如果这次相亲成功生完宝宝之后 应该才会知道了 荆轲就是林妍的爸爸 龙妍系的大美雄 也不知道这次梁月相亲的是不是她 他们是不是相亲成功了 再来看看林妍吧 这位重度勾的老奶奶给林妍做的竹筒玩具 但是林妍玩具太多了 所以就把这个当成是零食了 直接给吃掉了 大熊猫好像很喜欢吃这种竹子做的玩具 可能就跟我们人类喜欢吃牛肉干一样的吧 这种干竹子跟新鲜竹子对比起来 可能别有一番风味呢 很少看到林妍像这样安静的时候 好扎实的一个背影啊 毕竟每天的运动量那么大 浑身的肌肉应该很发达吧 林妍现眼包三个字可是值3000万呢 一个字值1000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